大家好,我是格鬥小男 女保镖张美丽今天遇到一位民间高手 对方练过,PK时把大哥打得可不清 真是太打脸了 可最后他就说大哥低调了 把自己当时都打懵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事情的来龙去脉 张美丽今天继续上街挑战路人 寻找民间高手 刚出门就误释到一个人选 是位套车的老板 看着身边挺壮实的 张美丽必须先探探他的底 大哥,老板,你们忙着呢 耽误您一分钟,我这边做一个采访 您练过武术吗 练过,当然练过 练过吧,老体们今天找个练过的 对,我采访您一个问题 你觉得一个女生打得过一个男生吗 那可能啊 男生能打过,女生哪个人打得过男生呢 对不 打不过是吗 那咱们俩,你觉得我打得过你吗 别开玩笑了 我这一巴掌不给你呼个跟着我 大哥还是厉害,想一巴掌呼 没想到大哥还真练过 这回被张美丽给逮住了 在大哥眼里,女生根本就打不过男生 张美丽也不行 更是放出豪言,吓唬张美丽 不过张美丽就喜欢这种性格的 更喜欢专制各种不服 张美丽随即就向大哥发起挑战 那咱俩找个地方,耽误你一分钟 我们切瘦一下 你到底看看我能不能打过你 那不行,我都没时间 你看我都做那么多客人呢 对,这客人 你赢了我,你那圈 这个 大哥为了照顾生意 不想跟张美丽比试 可是张美丽开出了诱人的条件 让大哥有些心动了 不过他还得向上级请示一下 嫂子也是位痛快之人 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就在带拳套时 一位观望了很久的大哥看出了眉目 还没看过我 还没看过我 这周围人都知道 今天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行业里的人 好几年不练 那大哥认认身吗 没必要,来吧 我天,没必要,完了完了 你要赢了他,你那圈他都包了 对 我觉得你要他动唱 动唱 别那么说 你一定要 他敢主动挑战你 他肯定有实力 大哥叮嘱小伙不要轻敌 他心里明白 张美丽赢的可能性大 他还是站在小伙这一旁 为他加油助威 可小伙根本没有把张美丽放在眼里 那是相当的自信 准备好以后 纷争开始 那咱们摄影老师给个口令 纷争开始了 大队一个右手直拳打出 立马退回 脚下快速的移动 左右直拳又一次打出 可是距离没控制好 没打动 张美丽立马反击 右手摆拳直接命中大哥 又一次上步 被张美丽一个左右直拳打跑 接连被打动两侧的大哥 被打怕了 不敢盲盲的进攻了 只是慢慢的试探了 大高怕被打 侧着身扭到头一拳 张美丽可不会手下留情 更不会惯着他 左右直拳摆拳 接着招呼其大哥 终于吓唬了大哥 有点恼了 更是不甘心 被一个女孩打出 他开始反抗了 顶着张美丽的拳硬武 和张美丽硬心拳 大哥的眼神中露出了不服 面对张美丽打出来的拳 却不敢出手 只是抱架防守 张美丽右手摆拳 接连命中大哥的脸部 大哥反击的同时 一个躲闪失手 竟被张美丽追着打倒在地 大哥万万没想到 张美丽的拳这么厉害 真是太小瞧他了 太丢人了 彻底把大哥打猛圈了 来吧 给我也打猛圈了 你套点圈吧 行 好好好 其他我就不知道吧 我就看着那束花 行 就给我那花就行了 套完圈要走的时候 张美丽说出了大肆话 今天真碰到一个不是善差的 你就是不知道 我这个下巴是真的挨了两天 那一条呼过来真的有点懵了 练过还是不一样 行吧 今天也算是高手了 人家低调了保守了 大哥 老师 今天明年换个点 原来大哥也不是一点功夫不会啊 也有两拳把张美丽打猛了 他真的是低调保守了吗 我个人认为 这位大哥基本没练过 他的拳连王王拳都算不上 报价步伐都没有 前手后支也是基本没什么反应 主要是健身嘛 开心就好 各位大佬 对于张美丽对战套拳老板的比赛 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